来关心一下这位校长 他也知法犯法做了一个最坏的示范 台北市新湖国小这位校长连德胜 他也是贪图方便 酒后开车酒测值高达0.73 昨天他再度哽咽道歉了 不过他现在面临的可能是被撤职 甚至退休金可能因此全部泡汤 当然他所任教的学校 新湖国小的小朋友也非常震惊 因为在上个星期五 学校校长才请来一些法律专家 告诉大家法治教育的重要性 没想到校长居然自己做了坏榜样 我震撼 震撼 因为校长本来不会做这种事 就是觉得哇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就不敢相信 就不敢相信 我本来言重大都不行来学校 然后都不行来看我本 小朋友天真的口吻 每个人都不相信平时注意身教的校长 居然传出酒驾肇事的消息 寄给师生们的email 以轻率的酒驾沉痛的代价为题 内容指出这一次的事件 让他掉进地狱千夫所指 他承认错误 但是这个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因为目前教育局已经火速对他做出行政处分 正为教育主管应该以身作者先停止校长的职务 同时呢 一副惩戒 我做错事了 就是 当然会 一输足千古恨 这个当然会遗憾 约谈后校长雨带哽咽 传出这样的消息 学校同仁也非常惊讶 实际上平日 他跟我们同仁之间也会相互提醒 就是喝酒就不开车 平时就要求同仁注意酒驾 没想到自己却做了最坏的示范 除了要面对刑则 还有可能遭到既过革职 39年的教育生涯 毁于一旦 怪典 两个ない 猪独